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好我们的疫情所限 在家里面工作 这个拍摄条件稍微弱一点 请大家见谅 又到了我们历史需要补课的环节 这里引用一下在十年前金燕 很著名的苏东专家 这个秦辉应该是秦辉的太太 苏联解体二十年纪 他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苏联除了解体 还有其他路可以选择走吗 这在新年的十年前提到了 中国大陆的政学界 但凡提到苏联解体的巨变 那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前两天的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也探讨到 那么提到这个巨变的时候 虽然有很多关于苏联解体不同的解读 因为苏联解体攸关 中国共产党本身他的在国际共产主运动的存在的位置 因为他现在是老大了 有关苏联解体的不同的解释 其中最主流的影响就是有关领导人因素说 也就营少领导人的言素 成了苏联解体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说法 很多著作 很多论文 那么都提到了 苏联解体之痛 苏东聚变之苦 这个历史的悲剧 就是由共产党的叛徒 戈尔巴乔胡的惹的祸 万方有罪罪在了正宫 这个中国古代传统的装模作样 罪己遭中最经常见的自责之语 也就在用在我们经常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的 最后的结论者上 就千怪万怪 就为苏联前领导人挑选领导人不慎 把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扶上了宝座 于是苏联的解体 据说都是戈尔巴乔胡的公开化 公开性和民主化的祸 一似乎有的人就从反面教训 总结归纳说 一切行动都要跟民主化反着来 逆公开性而动 以为只有这样就可以消除 对中共现行体制的不利因素 就可以保证铁打了江山万年长 这个话大家可能不是年轻人不太懂 我们下乡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文革的时候经常用的一切 好了 但是也有人问 或者是很少人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苏联这个体制是那么的脆弱 他自我标榜的政治自动确性和合法性 为什么就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的考验 就是经不起推敲 两个最重要因素 一个是言论自由 还有一个广场效应 广场效应大家知道 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五四运动 四五运动 还有六四事件 那么在十年前还担任俄罗斯的总统 梅德维杰乎 曾经提到苏联的共产党 苏联国内 俄罗斯国内也有这些观点 认为就是选能选 没有选对 大家都很遗憾 尤其是俄罗斯共产党的兄弟姐妹们 他们一直认为 太遗憾了 当初我们没有按照中国模式发展 如果按照中国模式发展 我们也有自己一个邓小平 我们就可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 但是呢 梅德维杰乎断了火烂的这个说法 他认为 我并不认为 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向 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以走 这个梅德维杰乎 这些话呢 是被呢 有一个苏联的专家 麦德维杰乎 跟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 这个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内部刊物是有的 很显然 关于个人的因素不能排除 当初我记得李肇星 有一次在飞机上碰到了戈巴乔夫 就问他 为什么会垮台 戈巴乔很沉重的看了李肇星一眼 就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没有邓小平 其实在苏联时期 也有一个类似邓小平的人 他的名字叫安德罗伯乎 他死得太早 很显然 梅德维杰乎认为 苏联的体制的垮台 有他的必然性 有他内在的逻辑 不能够简单的归基于哪一个人 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 当初也当时也就不得不承认 苏联这个体制 共产党这个体制 失去了民心 这是1990年 已经97岁的 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元老 卡冈洛维奇 他自己也说过 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 只朝一边走 公开性成了声讨 控诉苏联罪行的 歇斯底底的狂嘲 但是他没有说 如果不走单行道 双行道怎么走 就是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 也把他敌人一起骂吗 他自己本身 也差点同于斯大林的敌人 即便像他和日丹洛夫 这么铁杆的 坚定不移的斯大林分子 共产主义杰出了战士 在当年斯大林 他活着一个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时候 任何他身边的人 基本上杀光 都可以随便被流放 被吓死 被吓死这个个案 大家可能很少知道 就是1948年 日丹洛夫的儿子 叫小日丹洛夫 因为反对科学权威 李森科 被斯大林当众的怒斥 日丹洛夫是受到刺激 害怕死于心脏病突发 其实就是被吓死了 斯大林的铁杆的 坚定不移的跟随者 都可以被吓死 都可以被流放 都可以被以各种 莫名其妙的罪名弄死 何况当时一般的老百姓 出现这种一边倒的 单行道局面 原因在哪里 卡钢若维奇 没有勇气就提出来 但是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也就是只有一个戈巴乔夫 一个人的背叛 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他就能够掀起这一场 全苏联群众性的 愤怒的声讨 苏联共产党 苏联政治体制的运动 就能够葬送掉 被曾经视为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带来人类历史新纪元吗 就能够轻易的葬送掉 将近两千万党员的一个大党呢 如果是这样 这个党是不是太落不尽风了 这是金燕提出的一个反问 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观点 就是以个人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其实是苏联垮台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俄罗斯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我们不排除 也承认在今天的俄罗斯 怀念苏联 不满哥巴乔夫 不满叶利钦 甚至不满普京的左派的群体里面 很少人同意 苏联的垮台 仅只是因为出了叛徒这个说法 前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 斯拉温 他根据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把这样的说法 视之为违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 违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 他在整个跟外面的交换意见的时候说 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 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吗 为什么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 怎么就没有因为出了几个好人就垮台呢 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呢 这个反问很有力道 他认为批判 戈巴乔乎批判叶利金是可以的 但是最重要是要对旧体制的反思 实际上 对前苏联这种现代化的反思 尤其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 即便在今天的苏联或者俄罗斯 的左派中也是流行的 因为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已经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所以有一位俄罗斯的学者 他做了这个归纳 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 另外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好了 在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中 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 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 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 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装量 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世界第一 只要这个国家认定需要的东西 事关脸面的排场 全国上下至上而下 其动员 举国动员体制 一定能够获得期待的效果 但是这一点 这一点 只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 不要说在军备竞赛中没有获胜 这些在军事上的 要教人的成绩 有多少是从人左眼的 从人本主义左眼的 是如何如何 所以 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 70年代 80年代 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 仅为美国工人的 百分之三十亿 居民的消费水平 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百分之三十三 金燕说 进一步的提 提了一个问题 在苏联的建立国家 和建立现代化和 截取财富 是同一词 也就是说 这种统治的方式 叫做从人民手中获取 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 社会主义 不是被看成是目的 而看成是一个 动员形的意识形态 坦白说 今天的中国 也有 类似的 思维轨迹 类似的政策轨迹 以及类似的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在毛泽东时代 是最典型的 大跃进 人民公社 六十年代的大饥荒 文革十年的浩劫 都是以人为代价 这一点 其实 并不是有很多人 愿意接受的 但实际上这就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或者中国 现代历史 甚至的苏联垮台的 一个最根本重要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 今天的执政者 总是要喊 人民至上 那事实上 真正把人民至上 这个执政理念 在整个中国来讲 也不是贯彻的那么彻底 不然怎么和 有徐州 封县 这种铁链锁女 换卖赋 你这种古老 最后到现在 伊兰 适列在神州大地的现象 以人为本 谈何容易 社会主义 不是被看成是目的 而是看成一种 动员型的意识形态 从人民手中 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 这也是一个说法 好了 俄国学者的这些反思 当然不会出现在 央视的政论片上 也不会出现在 俄罗斯今天政论片上 但是俄罗斯的学者 包括左派学者的 痛定失痛的思考 真的是可以被忽略掉的吗 对现代化的两种曲态 两种模式的思考 难道可以被忽略不计吗 虽然俄罗斯共产党 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说过 他们在四川大裔的 那个谁啊 大裔那个博物馆里面 吃饭 邀请了那个博物馆 那个主人 我一下名字给他忘了 他问他 关了酒杯问他 你们的共产党 还有没有重新 夺回执政权的机会 这些俄罗斯的中央大员 共产党的大员 异口同声的说 那我不会 永远不会 这也失去了人民的认同 失去人民的支持 他们的很难走回 俄罗斯今天 之争的舞台中央 也就是俄罗斯共产党 他们还有亲疏共的情节 但他们自己也承认 不管给历史人物 打多少分 从目前的旋起情况 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 整个政治分野分布上 俄罗斯共产党距离 挣钱是越来越远 也就是普京 已经彻底否定了列宁 这样的历史人物 在俄罗斯历史上 扮演的角色 普京也对大屠杀 这样一段惨痛的历史 大疾瘩惨痛 给予了忏悔 甚至给予了下跪 今天在俄罗斯 有一个纪念碑 一个纪念碑 也告诉我们 他们在正式历史的创伤 远远比中华民族 来得积极和正面 好了 在2010年 俄罗斯那时候的总统 普尔布 梅德维杰乎 在接收到俄罗斯的报纸 谈论着说 坦白的说 苏联政权 只能被称之为 极权政权 在这个极权政权的统治之下 基本的权力和自由 受到压制 所以 梅德维杰乎特别强调 人要搞人的现代化 也就过去那种 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 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 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 崇拜的现代化 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功龙的现代化 所有要让民众成为 所谓的国家成功的 受害者的发展模式 都被实践证明是 背离人类文明的 我们在节目中不断的探讨和介绍 这些年来对苏联共产党的 失去文心 对苏联的解体 的很多的观点意见 其实 我们也经常强调 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死中的前车之间 一个是苏联共产党 一个是台湾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中国有两个百年以上历史的政党 一个现在沦为在野党 而且可能要重新获得台湾地区的 执政权力的难度很大 一个有百年的历史 犯了无数的错误 但今天还在努力的争取 人民对他的支持和信任的 中国共产党 第三份的历史决议 他们对现在的领导人也要给予了推崇被制 但是这样一个现代化录像 究竟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 还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这个也值得我们思考 这也是我们总结归纳苏东巨变 苏联解体 苏共永远成为 一个边缘政治团体的 一个历史教训的 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 我简单归纳几句话 第一 梅德维杰乎认为 苏联体制的垮台 有他内在的逻辑 不能够归于某个个人 这一点来讲 铁杆的 九十多岁的卡冈洛维奇 当时是意识形态领导部门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也承认 曾经那个体制 早就失去了民心 第二 重复一句话 世界历史截然不同的 相反的两种现代化的模式 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 另外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那么苏联的解体 根本的原因 不在他选对人选错人 而在他的整个体制 就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不可持续 不可永恒 这也是个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三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模式 国家可能有很多很亮丽的成绩 高速增长 第几大经济体 可以有最大的工程 最高的楼 最炫耀的奥运会的开幕式等等 可以拥有 无人可以体敌的 核武器 核力量 卫星可以上天 在天空有自己的空间站 只要国家认定是需要的 事关脸面的排场 都做得到 这叫举国动员体制的 理事不爽 但是在苏联 按照经验的说法 在苏联建设国家 和截取财富同意词 当然苏联的整个统治的晚期 苏联共产党晚期的权贵资本 党内的腐败 社会的腐败 也是非常厉害 社会主义 不再是看成是一种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而是看成是动员形的 意识形态 这个呢 第四点 我们在前天的节目里面 谈到了 引述了中国社会科学 原来的副院长李慎明 政治所所长 房宁的观点 他们认为 苏联解体是丢弃了 政治的继承 忘记了布尔什维克的初心 也有人认为 政治传承的核心 就是要找一个找对接班人 还是回到了原来 以人这个个人因素的问题 找对接班人以伙 弃君为止 当然也是目前被称之为 全过程民主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性的安排 很显然 到目前为止 还没找到万无一失的方法 而入境 那就继续的努力探索吧 摸石头过河 或者烫水而过 都行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